主人看见爱犬死在阳台上瞬间崩溃 狗狗的身体被动得僵硬 皮毛和地面紧紧地粘在一起 从凹陷下去的身体可以明显看出 是被人活活饿死的 其实在十天前 就已经有人发现这只在天台上冻住的狗了 但是当时楼下的大门紧锁 也联系不上房主 就算报警 警察也不能闯入天台去观察狗狗的情况 更为紧迫的是 天台上不止这条狗 还有一只白狗也被人拿铁链拴住 冻得瑟瑟发抖 身上的肋骨也是根根分明 受得可怜 邻居说他们是半个月前搬回来的 从那时候开始 就没见过隔壁楼有人进出过 但是在十天前 女主人在天台上发现了这只白狗 当时狗狗身子已经非常虚弱了 连站起来都费力 女主人看她实在可怜 就每天拿鲜鱼混着剩饭煮成食物 再用报纸包住扔到对面 靠着邻居的头位 狗狗才慢慢恢复体力 到能站起来的程度 但是由于她被铁链拴住 门活动的范围也只有那么大 小小的天台上 遍布着狗狗的粪便 外加现在正是冬天 她取暖的方式也只有地上暖堆破布 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真的很难想象 狗狗是怎么独自在这里生活下去的 为了尽快将狗狗解救出来 节目组尝试找到那栋楼的主人 可是前后门被牢牢锁住 问了周围的邻居 也没有人知道楼主是谁 只知道那里已经很久都没人去过 没办法 节目组只能继续脱好心的邻居照顾白狗 同时试着找到大楼的主人 可等第二天节目组再来时却发现 狗狗能在天台上自由活动了 大家首先猜测 是不是有人把他的锁链给解开了 可从门缝中夹着的广告 和地上堆积的邮件可以看出 这段时间并没有人来过 为了将狗狗的状况看得更清楚 节目组爬到了更高的楼顶 这才发现铁链还在 只不过白狗自己把皮带给咬断了 看到陌生人后 他非常紧急地停留在一个地方不断狂吠 而直到白狗走开 人们才发现在他的身后 好像还有一条狗 只不过他一动不动的 不管白狗怎么叫 他都没有反应 等到节目组换的角度再看过去时 才发现那条狗连呼吸都没有 明显已经死了 这时节目组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如果再不进行救援 那么白狗的结局将会和他一样 节目组沿街边一路打听 甚至找到了房屋中介 好不容易才得到了楼主的联系方式 电话挂断后 节目组联系上动物救援组织 可面对大门紧锁的情况 他们也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从远处走了过来 经过询问 她就是这栋楼的主人 为了解救楼上的狗狗 节目组试图劝说让他把门打开 却遭到了拒绝 还没等节目组说完 女人就急匆匆地走了 非常不配合 与此同时 志愿者也在寻找进入大楼的方法 但是即便找到警察 他们也不能再没有得到 主人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闯路 只能拍照取证 然后对楼主进行传唤 双方再进行调检 继续保护性的状况下 这种制度的改善是必要的 等到第二天 楼主和儿子来的时候 他们仍然坚持之前的那套说辞 自己有每天在喂狗 并且对于黄狗的死亡原因 也是含糊不清一直在撒谎 直到谈话结束 楼主都没有同意让节目组进入大楼 而之后他们查看监控记录 也发现在儿子说的那个时间段里 根本就没有人来过 节目组从远处查看黄狗的尸体时也发现 狗狗的铁链紧紧地锁着 并没有被打开 他们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直到现在还在掩埋真相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在大家查看监控的这段时间 楼主来到了天台 试图把白狗牵走 节目组得到消息后 赶紧追了出去 因为没有证据能证明白狗是女人养了 所以警方暂时拦住了她 兽医也趁着这个间隙对白狗进行了检查 发现她的身体条件非常差 明显是很久都没有得到照顾的样子 为了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女人拨打了白狗真正主人的电话 而直到这时 主人才知道自己的狗狗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确定了身份后 女人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了 于是再次想要拖着狗狗逃跑 但是志愿者和节目组都知道 如果这次放女人离开 将很难再找到她 并且也无法进入大楼将黄狗安置妥当 就想伸手阻拦 哪只女人气急败坏 甚至对工作人员拳打脚踢 而可怜的白狗被吓得蜷缩在中间 一动都不敢动 警察看见双方矛盾升级 也第一时间将打人者控制起来 志愿者才能够将白狗抱上车 进行更细致的检查 感觉到事态紧急 当天晚上狗主人就连夜开车 赶到了警局门口 迫切地想要知道 自家两条狗的状况 等到一行人来到天台 主人切切实实地看清 自家狗子的状态后 终于蹦不住了 随后兽医对黄狗的尸体 进行了简单的查看 狗狗全身只剩下骨头 肚子也很扁 说明他死之前并没有吃饱 为了获得具体的死因 来判断楼主 到底有没有违反动物保护的行为 志愿者们首先得把狗狗和地面分开 他们找来了暖风机 将狗狗身下的冰液点点融化 才好不容易将它搬了起来 去医院做更细致的死亡鉴定 而主人看到狗狗的惨状 不断地指责楼主为什么那么狠心 但是到如今他还在狡辩 说自己每天都有来喂狗 不愿意承认自己虐狗的事实 和黄狗相比 白狗显然是更幸运的 因为被拴在棚子下面 正巧被好心的邻居发现 并进行投喂 才能够好好地活下来 最终等到主人接它回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楼主虐待动物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可面对一个个证据 他还在不断狡辩 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也搞不懂他为什么不喜欢小动物 还要同意替主人照顾两条狗 当然也有可能因为 自己真正照顾后才发现 养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但他大可以将狗狗送给别人照顾 却选择了一个最极端的处理方式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